相信大家应该都听说过刘欢的名字,在乐坛刘欢对待音乐的态度应该是值得许多歌手学习的。 他出道至今已经32年了,更是乐坛里少见的长青术,小编对刘欢记得最清楚的就是《北京欢迎你》这首歌了,但是刘欢在乐坛这么多年来,虽然名气特别大,也是歌手圈里特别有威严的一名老人物。 但是他始终保持着不骄不躁的作风,刘欢老师已经年过八百了,虽然年龄已经不小了,但是刘欢老师依旧没有放弃对待音乐的学习和对学生的教授,并且在最早的时候我们知道刘欢上了第一期中国好生业担任导师。 根据学员说,感受得到刘欢老师不仅是在台上,给予他们的支持很多,私下也是特别平易见人,私下的时候一般都是在辅导我们工作,之后还听说工作人员讲,我们大家在电视上看到的中国好生业,虽然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,但是当他们反复排练,录制,可不止两个小时,而是甚至到了凌晨还在排练着。 刘欢老师也没有任何的怨言,而是善事善终的态度来面对,其实,刘欢老师的身体一直都不是很好,在很多年前,曾因为一场意外,导致了右腿宽关节受伤,被倔嘴为鼓鼓头缺血性坏似。 二期,连走路都有些困难,不管是音乐创作还是人品上,都是能够称得上为艺术家的人,担任导师对学员也是尽职尽责。 身受学员的尊敬以及爱戴,虽说刘欢的身体不是很好,但是刘欢的妻子对于刘欢确实照顾得很是细致。 前段时间,高小松和刘欢同框照片,发到了网上后,引起了网友的热议,没想到刘欢老师居然这么老了,头发都发白了,高小松看着还是老样子。 但是对比起来刘欢老师就太虚弱了,据说刘欢老师现在身体远不如从前,而且这两年也很少参加户外的活动和综艺节目。 朋友爆料说刘欢老师最近一直在家修咬身体,妻子一直在照顾他,不管怎么样,小编认为刘欢老师依旧是大家心中的唱歌偶像,不带任何偶像泡妇的偶像,为音乐健身的移民艺术家,让我们大家共同束缚刘欢老师吧,希望他越来越好。